三级警戒至少还要撑到7月12号 而中部各大型饭店为求生存 纷纷推出了杀很大的外带餐盒 高档龙虾入菜只要198元 另外还有主厨化身成直播主 教客人烹煮冷冻的外带包 另外员工也身兼外送车队 全体总动员 又直Q弹又扎实的龙虾一起锅 一直分两半 一半做西式的焗烤口味做蝴蝶面 搭三色椒花椰菜 玉子烧蘑菇结瓜 走华丽的视觉系风格 口感也有层次 而中式的是龙虾XO酱炒饭 打精华火腿 樱花虾和干贝 鲜美的口味让宅在家的苦闷 立刻获得疗愈 西式做法来我们主要以茄酱为主 吃到饭有XO酱 一样的它独特的味道出现 Buffet就是以龙虾为主 就是以龙虾作为一个餐点的主轴 两款中西式的餐盒 中式198元 西式298元 嫌餐盒不够多元的话 冯甲商圈这家星级酒店 从去年疫情就开发了冷冻料理包 俨然电商平台主厨成了直播主 传授拿手绝活 教大家瞬间变厨神的能耐 这个豪子酥肉还可以上电当 对不对 那一包99也就可以煮这么大 推出40款高CP值的料理 教大家变化食材 斜杠的不只是主厨 气息这家饭店 连其他员工都动员起来 所成为送车队 所以不管是250元的精致餐盒 或是龙虾牛排套餐 都专程送达消费者的手中 大饭店各出其招 就为了抢供宅食商机 要在疫情解封前拼出活路 且中部综合报道